又來到《反斗歷史》,我是周蛇 上次我們說了被委之後,今個星期我們又委員可以再委 我們今天說的是,最近都有不少的影視明星 我講的是一段有影靈的朋友 包括了譚炳文先生、李香琴女士 甚至乎最近達叔、吳曼達就過世了 這都是香港普及文化的代表人物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不是講香港普及文化 我們另外開一張特別講這件事 但是這幾位朋友的過世,令我想到多一點點東西 因為在網絡上,對於前面兩位老人家,大家的反應相對沒有那麼大 但是對於吳曼達、達哥或達叔 他的過世,有幾不同的評價 這個不同的評價其實是今天我們要談的一個課題 我想我們不是集中火力去談吳曼達先生,他的生平時跡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由什麼時候開始呢 社會上有一個文化就叫做死者為大 我們就為死者為大,有什麼我們都不會去批評那個過世的人 吳曼達先生那個被,有人批評他 當然是他的政治立場 這個是其中在網絡上這幾個日子 或者是他過世之後的一段日子裡面 都引發了一定程度的爭議 那這裡我想今天想和阿倫爺談一談 歷史上的這一類的以死者為大 為死者為的這一類的文化 究竟怎樣形成呢 或者我們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阿倫爺 大家好,我是倫爺 這個死者為大的想法很有趣的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什麼時候聽人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讀中國歷史就發覺很少會說什麼死者為大 好像找出處,不要找到有什麼文獻記載 什麼叫死者為大 哪一篇東西,哪一個聖人說過這句話 好像找不到出處的,很有趣的 反而通常讀歷史就會說,不是啊 一個人死了,傳統的說法是蓋觀論定 就是時候應該要去判斷那個人生前的做法 究竟是做了什麼,然後給一個綜合的評價 反而這個才是傳統的做法來的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這個蓋觀論定的說法才是正統的 反而這個死者為大就是民間有時候人們自己說的 通常的說法就是這個死者為大其實出於喪葬業的 就是殯儀業 最初就說剛剛有死者,然後會幫他辦喪事 這個時候就盡量一切以死人為優先 盡量在喪事的現場只有死者才最大的 跟他無關的全部都讓老了 其實最初是這樣出現的 就不是說,總之那個人死了就不能批評死者為大 這個反過來,就變成扭曲了一個意思 硬是覺得那個死人就變得上上台了 然後就不能批評他了 但其實這個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做法來的 剛才說蓋觀論定才是中國傳統說法的官是官材的官 意思就是說,既然已經那個人死了 我們是時候可以幫他生前所做的事 就落一個綜合性的評價 譬如古代武卿有些嗜好 即是那個人死了之後 就幫他因應他一生 我們是時候檢視他的作為 然後就連皇帝死後 他都可以被神文品評 所以有嗜好 這個是少數可以約束到皇帝的規矩 就是因為他做得好 所以給他一個好一點的嗜好 因為做得差,給他一個差一點的嗜好 譬如大家知道 咒王的咒字 嘩,巧思邊加個串字這個字 是一個惡事 又或者是這個 逢身古代的哀帝、廢帝 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差 反過來好的就是文帝、武帝、景帝 有些什麼什麼字 你知道這個字是正的 通常沒有低於武字 當然也有些例外 但是通常是這樣說的 這個就叫做事法 但是既然是這樣的話 怎麼會說死者為大 然後就覺得死人就不可以批評呢 所以我對這個死者為大的說法 一向都是很有保留 但是我不是想說某個人 我不是想特定是指 譬如說最近 吳曼達先生過身 我又對他沒有什麼 我又不會好像某些人 覺得一定要 是很批評的角度去說他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但是呢 反過來 是不是就說死人就一定不可以批評呢 我又不同意這個說法 這個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兩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 一個叫做禮智 如果我們將它高檔一點去看 就是一個禮智的延伸 如果我們看春秋 譬如說到 為尊者為 為親者為 為賢者為 我們上集都說過一些被毀的事情 其實不一定是為死者 我必須要說 是所有我們尊重的人 我們都會 直接一點說 就說少兩句 如果他有些 一個人裡面總有瑕疵的 我們有些事情 就無謂說得這麼白 有些事情 這個位置 其實有這一種 這樣的道德成分 另外一種道德成分 其實就是來自民間一些 我形容是 譬如呢 直接一點說 那個人都死了 就算有什麼事情都好 他做了十惡不赦的壞事都好 最大的懲罰 最大的報應 最後的兩年已經剛剛過了 你還說那麼多 說什麼 說得多你就會自己接福接受 一種就是我叫做比較高端文化的 上流社會的 一種禮智的延伸 剛才說的為尊者為 為賢者為 其實從來沒有說過為死者為 這裡要搞清楚 只不過是後來我和二倫來說 就是慢慢隨著社會變化 死者可能是有一種的 我們都不想不尊重他 這個禮很容易就會被延伸 例如你看很多時候 人們看孔子的東西 其實譬如說到喪葬儀式的重要性的時候 既然喪葬儀式 我們對於 世者都這麼尊重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混搞他 不要再在那個 剛才說的 在那個場合裡面 就說少兩句 其實那個位置 只是說少兩句 不一定是美嚴的 這裡要搞清楚 避開的意思 但是當然 我自己再去觀察的時候 我不排除多一件事 不一定是純粹是良好意願 不想顛污死者的名譽 或者死了也算了 美到死者是偉大的 我還在說偉而已 不是偉大的 偉大就是很誇張 他大了 如果直接說 當然林爺剛才也說了 不是 是以他優先 但是我還有一點 就是因為 其實也是林爺 剛才說到那個位置 因為那些殯儀喪葬業 那類的朋友 當然多了些 怪力亂神的東西 就是怪談 一、二、三、四、六、七的時候 如果在裡面 你胡亂說話 那個死者就彈起 棺材蓋起 然後走出來 跳獅子出來 嚇你 這一類 怪力亂神的東西 使民間 不是單純地為了那種禮儀的形式 甚至乎裡面 產生了一種恐懼感 這個當然我們在說 就是一些比較親近的人 我們譬如 評價公眾人物 我相信他不會走來 跳來咬我吧 但是其實 這一種文化傳統 慢慢慢慢 就直入了我們 那個文化基因裡面 於是我們就 越來越擴大 你知道 因為當大家都做 我們為死者為了 又為尊者為賢者為 到為死者為之後 就是不要說那麼多了 慢慢再去延伸到 就是死者要為大 一切以他優先 就不要再講其他事情了 一切的事情就 齊開落定 由他就算了 那麼 反過來 剛才倫夜說的那種 尤其是對於皇宮 皇室裡面的人 那種道德批判 其實你是看到越來越弱的 那個 譬如我們說他 從他的名字那些 那些史官 其實老實說 隨著文官制度 在這個 中國人的文化裡面 文官制度的慢慢退息 雙權的慢慢降落 其實那些 技術官僚 各樣的事情 越來越不受尊重 那麼 這個問題當然更加大 就是沒有人再去再講那些 概觀倫定的事情 因為呢 反過來做一個禮智的方式 作為一種包裝 去告訴我們 喂大哥 我們一去到那些位 那個人過世之後 就不要亂說了 那麼 那麼這個模式 就植入了我們的文化 就變成了一種 沒有人教過我們 但是我們個個都會這樣做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鳳嘲有趣 就是在於 譬如說 如果說那個死者 甚至乎是一些政治人物 領袖那些 他生前已經不讓人說了 生前連那個姓也不能用 名字也不能說 死後也不能讓人說 那就是怎樣 他是很神秘的 不可說的 非常不可說的 這個很奇怪 就算是古代的皇帝 封建皇帝 正正就是他死了之後 大家就不用再怕了 起碼就可以公正一點 評價他 其實就是代表他生前 大家不敢這麼說話 死後就是時候 可以就住他一生的功過去評論 可以概觀論定 那才代表到 可以有少少約束力 對於皇帝 起碼人們要怕他死後會被人批評 所以生前做好一點 所以在歷史上有一個人 就是他為了避免的人 就幫他整個嗜號 就自己定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秦始皇 我是第一個 你們不要幫我自己加個嗜號 這樣的意思 所以叫始皇帝 然後之後就二世三世傳之萬世 但想不到他傳了兩世之後就滅亡 所以結果沒有秦三世 只有秦皇子英 因為自己降了名號 大家都知道 已經當時天下大亂都沒有資格 再叫秦三世 所以自己上去尊號 就叫秦皇子英 所以除了秦始皇 就因為不想被人 蓋觀論定去評價他的是非 因為覺得你們大臣 有什麼資格向我死後去評論我 所以自己改了名字之外 其他都是 都是跟回嗜號 都是跟回蓋觀論定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們想想 死後都不能說 那就變成了生前死後都不說 奇怪吧 如果那個人生前是很多罪惡的 實惡不赦 死後我們批評他 絕對是合理的 這個是大快人心的表現 現在我們反而看到那些人的用法 為什麼呢 就是好像把這個死者為大 變成做好像幫那些不太好的人 去被毀 去美化他 譬如說有個人生前可能有爭議 死後 有些人就說 死得好 罵 說這個人該死 這個時候 既然有一班人就出來說 他死了 不要說那麼多 有得他 既然都已經死了 一切讓他恩怨隨風消逝 我個人就不要批評這種看法 當然我不是想說某個特定的人 我真的純粹有感而發 講開這種現象 不是特定指某個人過身 所以我們應該要批評他 所以這個大家不需要對我入座 不是想說某個人 而是想說 因為那個人死了 所以不能批評這種想法 本身也很奇怪 這也不是符合中國傳統的 中國傳統 反過來 是鞭屍的 當你死了之後 就是時候說 因為生前不能說 死後當然可以數臭你 以前中國古代 最出名的例子 是鞭屍 五子衰 鞭屍那些 鞭屍都是對的 報仇 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這樣想的 一般是這樣說的 然後死了之後 是時候可以放膽去批評 這個才是中國傳統 反過來 所以現在我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會說說說 變成死者為大 你不要批評他 批評都不能說 但是這個是扭曲了原本的意思 因為剛才不是說的 其實死者為大 原本是喪葬業的人 講在喪禮的時候 如果譬如說 舉個例 有人大鬧靈堂 在靈堂拜祭 在靈堂那裡悼念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進去 對死者罵 當然是死者為大 要阻止他 反過來 什麼情況是適合用死者為大 就是舉個例子 近些紀念都經常有的 有些人 譬如說 祖父 爺死了 然後 那個小孩 可能是十幾歲 那個小孩 去跟屍體拍照 自拍的 然後就放在網上 放在Instagram上 就說 懷念爺爺 那些真的不恰當 那些時候就說 死者為大 你在葬禮上 跟他自拍拍照 放在網上 就是不尊重死者的表現 基於死者為大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樣說就講得通的 是在喪禮上 特定場合上 就應該死者為大 但其他的網民 在自己Facebook上 批評某個剛剛死了的人 這個絕對沒有說 死不死者為大 為什麼要尊重他 死了 我又不是去他寧堂 搗亂 那為什麼要尊重他 沒有什麼必要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 現在用這個說法 其實是扭曲了 原本的意思 原本就算是寧堂的說法 也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我們都不得不承認 中國人 傳統價值觀 都是溫良謙供養 大家都是好人好者 於是對於這些 尤其是對於死者 或者是一些亡靈 有一件事 我們認為亡靈 其實是未完全死光的 還有靈魂還有魂魄 我們還要祭神如神在 直接不當他是未死的 可能當他是先的 也不一定 所以民間上有些人 如果主動自發地去做一些 為了死者尊重他 而我們說少兩句 如果是全部是自發的行動 我自己也覺得是沒有口非的 也是代表著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 你用點字眼 偉大情操 他是有他的意義在某程度上 但我想我們現在值得去想的 我覺得兩個極端來的 不知是否偷看我們 找到什麼資料 我也是找到編屍的 其實 我覺得兩件事都未必是需要的 即是一個人過世之後 是不是需要大力鞭撻他 我又再想 為何生前不去提出 這是其中一件事 當然概觀可以論定 我覺得 但是不需要特別加很多情緒 反應下去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重點 你可以懷念一個人 你也可以去表達對某一個人 他生前某些行為的 一些很客觀的評價 我覺得這兩件事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們也看到 網絡上有些現象 我覺得都幾不恰當 如果阿倫爺說恰當這個字 我也覺得不恰當 譬如有些人去R.I.P.一些人 即是我們去悼念某些人 可能是那個死者 對某一個人 可能他是公眾人物人 可能他對某一個普通的人 可能他有一些啟發作用 或者他令到他曾經 譬如一些喜劇演員 我不是說孟達 我只是說不同的人 令到他在低谷裡 曾經走出谷帶 很開心的生活 其實他去表達自己個人意見 我覺得是無所謂的 我覺得 但是如果每件事都要上方上線 到你去悼念一個人 你就是鬼 你就是不知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又是過了份的 其實大家不是說自己想說的話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環境 有些人是會比較鄉原 一些也不定 或有些人是狂眷一些也不定 其實我們有些 我們叫做讀多兩千書 我們就是持守中道 我們可能假裝自己是一個 電視新聞 去把一個人的生平好好地整合了 然後給我們 如果我們要做的角色就是 一個人他不會百分百完美 也不會百分百是毫無 這些說出來好像某些建制派員 觀點與角度那些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 其實要尊重大家 對於一個人的看法 除非他去做搗亂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 又或者 如果你問我 有個人在自己網上 去悼念某個過身的人物 於是你去他的場地去罵他 其實這種我覺得就是搗亂的 反過來 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這一點 同意的 同意的 通常無故都會說這些爭議 多數就是有一個 有些爭議的人物 公眾人物 過身之後 自然會引起這些很兩極化的討論 但是你發覺我們很少會 因為死者為大的說法 而禁止大家討論這一點 就是說 有些人就反過來 因為死者為大 就直接不要討論 不要說他的不好的東西 只是說他歌功頌德的一面 讓他過身的時候可以看面一點 有些人就會覺得是這樣 或者有些人就覺得 反正都死了 我們就把這些恩恩怨怨放下 不要再計較 有些人本身的性格是比較 不喜歡和人起衝突的 覺得大家真的和諧一點 好的 有些人自然這樣想 但是我覺得 比較傾向你剛剛的說法 就是說 無論你批評的也好 還是你這個 讚的也好 你自己抒情的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他自由言論的表現 你讓他就說 他又不是去到 搗亂 他又不是去到靈堂那裡去搗亂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的 也都沒理由他不讓人說那些東西 反過來 如果有些人去悼念他 也都不需要去踩場 就說 你這樣做就等於是鬼了 人家那個就不知道什麼 中共黨員 你就去 竟然去悼念他 怎麼搞錯啊 你就是諸如此類那些 我覺得這個也是沒什麼必要的 就是每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又不同 你又不知道他跟他有什麼關係 你又不知道他本身這個人對他有什麼意義 每個人有很多方面的 一個人又不是只有政治的 很多方面的面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盡量 真的應該用比較包容少少的胸襟 去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會有不同的感受 這個反而我又不會太過 叫人家一定要說 或者一定不說某些東西 通常看完就算了 但是我都知道這個世界很多人就會 放入太多不同的情緒 反而我覺得就是應該客觀點評價 就好像剛才說概觀論定 我們大家好像真的純粹評論一下 這個人生前做了ABCDE 然後就說這些代表他功過如何呢 有點像鄧小平那時候說毛澤東 三七開、七三開 就說毛澤東那個生前的貢獻 和過錯誰比較多 這個是可以在死者死後去評價 這個做人物評價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太多情緒的宣洩在裡面 可能又未必有這個需要 但我只是想在這一節去講一下 其實死者為大這個觀念 我們以為好像很傳統的觀念 以為好像是有些歷史文化的來源 其實原來是沒有的 根本就是傳統來說 儒家根本是應該講這個 概觀論定多一點 所以我純粹是想講一下 其實這個死者為大想法 很多人就說要尊重死者 大家就不要批評他了 這個講法其實未必有什麼特別的根據 正等於我們不會說 希特拉死了你就要尊重他 所以死者為大 就不要批評希特拉 不會這麼說的 一來他就死了很久 死了那麼久的人就沒有什麼特權 通常就是願意死得久 就沒有什麼特權可以說 大家任意批評 但是就算死那一刻 人都不會說 哎呀希特拉死了 現在這一刻我們這幾天就不要說 希特拉這壞事 沒有人會這麼說的 一定都是說照批評 但是死得好當然會這麼說 正等於當日拉登死了的時候 那些人都是這樣的 都不會說拉登死者為大 我沒有聽過 所以某程度上 你發覺通常 什麼情況會用死者為大 這個講法呢 就是有部分有爭議性的人 他可能呢 又沒有去到希特拉那些那麼嚴重 就是有些瑕疵 所以有部分人就會很喜歡他 或者覺得他這個人都不是太差的 所以我們就不如不要批評他 他可能呢 是有六成缺點 有四成的優點 我們就只是說他的優點算 通常這些位置中間 或者是偏有少少問題的人 才會被人拿來說死者為大 反過來如果那個人 眾所周知 全部人都覺得他是好人 基本上沒有人會批評 這樣就沒有人會再說什麼死者為大 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所以某程度上 這個都看得到這個人的評價 這裏最後補充 其實有時候 為死者為大 這種說法呢 又不一定完全負面的 因為有一個考量 我也理解的 就是所謂為一些死者的家屬的心理去作想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批評他很重要 其實那個死者的家屬 他都會受苦的 那些都是眾在生的人 如果出自這一種心情的考量 我又會理解同情 亦都明白的 但我想我們今天最重要的 讓大家知道的就是 所謂就算概觀論定也好 我都跟這段話說的 我不管他們三七開 六四開 五五開 但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機會 我們去完整地去評價一個人物 而一個人物本身一定是有不同的故事片段 在一個生命裏面 有些位置可能是得到讚賞 有些位置可能會被受攻擊 其實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 只要不論是新聞報道也好 不是挖眾取寵或善情 甚至乎在網絡上表達意見 可能有人在網絡上 只能看到他片面的一些部分 而他作出一些感受 這是因為他自己建基於他片面的想像 或者他的認識 這不是個人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知道一個比較豐富的畫面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你把圖片很完整地刻畫出來 已經達到剛才我跟倫爺說的 那種概觀論定的狀態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客觀理性和公平的一個行為 就不是剛才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好像賓師一樣 是不是都賓他 一全盤否定是不對的 我想今天我們想說的是這件事 這個禮拜是講完了 下個禮拜再講一下倫爺 好啊好啊 拜拜